我是范振宏 請大家跟我一起 進出有據 無微無據 正確的事情重複做 財富自然就會來了 記得加入唯一的官方LINE AT帳號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教育室 我是Mister海豚范振宏 那這個階段呢 我們來看一下強勢族群 伺服器即可 設備還有電線電纜 那當然我們第一段呢 會跟大家分享這個 指數呢 現在在高檔 要持續居高思維是沒有錯的 但是我們更應該注意什麼事情 那以及呢 這個整個LEGO輪動的狀況 有沒有什麼比較有趣的地方 那大家記得要去看一下 那第三階段呢 待會幫大家去講一下這個 DRAIN這個原廠的集體戰點報價 對於DRAIN概念股後續有什麼影響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來強勢族群 今天有什麼吧 那第一個呢是伺服器即可 那其中呢就是海豚跟大家講過的 講了很久的 3013的成名店 今天直接公道的漲停 那當然說今天機殼族群算是少數有族群性的 特別是在3013跟6117 那海豚上禮拜也跟大家分享過嘛 就是禮拜三的時候有講到說 銀廣海豚星期二才在看 因為海豚在找相關的META供應鏈 那除了成名店之外還有誰呢 那除了成名店之外 這樣就6117的這個銀廣 就在機殼的部分 那銀廣呢連續來了兩根漲停啦 那說他是補漲也不為過啦 那成名店呢今天則是繼續攻擊 創高那就恭喜學恩啦 那現在應該是 我們成本是在50出頭吧 所以現在應該有30%囉 至少30幾%應該快40%了 那我們就期待一下後面營收公佈 看可不可以走出更強的延續力道啦 那但是說機殼廠呢 8210還是要說 就是成名店他是之前沒有訂單 那現在有訂單之後自然想像空間 上修獲利的空間就大 那行程呢是去年 訂單非常好 展望非常好 但是呢今年不能說他不好 而是說他從100分變成了90分 就被下修了嘛 所以大家自然對他就比較沒興趣 反而會比較去 比較會比較喜歡這種 本來可能只考50分的 現在考了80分的同學 這個跟大家說個說明 這才是機殼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半導體設備啦 那半導體設備基本上海豚在這個 演講會 周報所馬演講會其實都有提到 就是除了自勝之外還有另外三家嘛 那自勝今天漲停呢 主要是因為明天早上他有一個座談會 那海豚基本上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自勝呢 目前基本上已經在今年的獲利預估的上緣了 已經在上緣了 而且是頂上的上緣 那等於說目前再漲可能沒有空間 那可能市場呢是想要去賭說 這個明天的座談會有沒有可能上修今年的獲利 因為畢竟之前美光說要再擴嘛 就是還需要更多的HBM的產能嘛對不對 可能要擴產這個設備 那有沒有自勝明天有沒有可能發佈這個好消息 那如果說真的明天自勝 下午那個座談會 有發佈出這個正向的好消息的話 那等於說今年獲利預估 或是之後明年獲利預估 有機會再上修 那有機會再上修的話 那股價自然就有機會擺脫 目前這個已經估值到頂的問題 就有機會再去調高目標價 那只是看是調到哪裡而已 所以這個是設備的訊息跟大家去做更新 好那再來就是說像這個6207本來就有Covus設備相關的這個題材 那3167的大量是跟木德合作 跟木德合作 那我們也是持續關注下去 然後之前經過修正之後 走出一個有點像杯柄的東西 那杯柄要注意什麼呢 既然上海盛在索碼都會交 那線上演講會也交過了 不過線上演講會應該已經截止了啦 就是沒參加的同學就等下次吧 我們就等下次再跟大家去做分享 好那再來就是電線電腦的部分 那海盛必須說電線電腦部分 其實主要應該是要看1609的大雅 跟這個1618的合績 那剛才說今天比較強勢的是160還有華榮 那華榮是目前在這個電線電腦裡面最強勢的 那其實海盛之前一直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重電漲圓有沒有機會蔓延到電線電腦這個族群 是有機會的 不過也是要留意 就是國際的銅價最近是有頻頻的 不能說一直創高啦 就是創高一下休息一個禮拜 又再創高又再休息 又休息一陣子 所以這銅價呢 對他們的毛利率會不會有進步的影響 可能是後續需要留意的 不過短線呢 有題材在身上 所以短線大家就是要衝的話 記得留意風險就好了 記得追高風險就好了 好大概是這樣子 那但是除了產品店之外呢 海盛呢今天其他的持股 像之前一直跟大家講的這個美食 今天也有創高 雖然說上癮線 不過我覺得還可以啦 也沒有爆量嘛 所以也不到所謂的爆量 這個必須要什麼 必須不出清也要 也要減碼這個條件也沒有符合 那海盛還是正向看待美食長線的發展 這個部分就跟大家去做個分享吧 好那今天的這個第二部分就到這邊 待會呢 我們來幫大家去看這個第一任的部分 那一樣 還沒加海盛粉絲專頁 接著去架一下 那也要留意一下 粉絲專頁呢 並不能加好友 也不會 海盛也不會主動傳訊給粉絲專頁的好友們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最近這個詐騙是比較猖狂的 然後大家想成為海盛學員 介紹右邊的免費服務表單 我們待會來幫大家看一下 這個第一任三大原廠機體暫停報價 那後面第一任模組場 就是有機會的呢 華冠投顧 首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甚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顧111 儘管投顧新字第015號